塔前暖臨星座雲西 在2021年的農曆二月再遇榮貴 首先要跟大家說聲不好意思 因為新聞都真的停足了一段時間 不過情有可緣 首先 年尾年頭這些時候 很多人找我去做蒜頭鏈 Service H 甚至做大批 Service J 甚至最近有很多人做過ACG 尖聲地圖 Service M 因為都真的 移民是對香港人一個很熱門的心水選擇 然後去年我又做過一個Live 2021的十二星座開雲秘吉 我也上去怪騰說了 大家可以當這是一個整年的星座雲西 但當然不夠我每一個月半去做的星雲 還有真的很多星象 去年有冬至土木下 今年六星連珠 還有水翼水瓶座美國大選 還有我搞免費二占 還有我最近也做過幾次Live 所以真的很忙 就分心佛術 所以要將免費的星雲暫告一段落 但現在就回來了 我相信大家會體諒 好 快點報到正題 今次農曆二月 伴隨著 蔡日即西曆新月13日的雙魚座新月 割下 無論是上星還是太陽 以下這個星座 你們的自身整體運勢將會如何呢? 獅子座響農曆二月 這個運勢都挺頑皮的 OK 無論你們本人是獅子 還是現在聽的人 如果你是為了一些你care的獅子座朋友去聽 那你真的要聽實 因為我會說獅子座響農曆二月的求生意志 很薄弱 求生意志 所以第一個很重的就是 如果有一些長期病患 身體不好的獅子座朋友 絕對有大機會向這個農曆二月 是會告別大家的 OK 好了 就算不是一些長期的東西 但如果真的不肯觸出有什麼意外 那他們那個 真的要去生存的那個意欲不是很高 OK 那真的可以發生這些事情 所以首先是來自一些身體健康的那個 那個毛病的問題 OK 還有可能他們會有一個感覺就是 唉 他們會很放得開很豁達 反正人始終都是忠須一 什麼的 OK 那為什麼要不斷在這裡 活受罪呢 要在這裡拖藥 要在這裡受折磨呢 那 由另一個角度去看 對他們可能 都是一種解脫 OK 那首先是 這一種身體 生命上的那個求生意志 那第二呢就是 咦 如果有一些獅子座朋友 是自己是做 例如老闆 創業 或者是一些 畏高權重 一些高薪厚職的職位 那他們在工作 都會容易遭遇到一些 波折 一些起跌 而在這些方面 他們的求生意志 都是非常之薄弱的 OK 尤其是 如果他們是 遭受到一些 很親人的背叛 OK 又或者是 沒有辦法 跟他們一起拍了很多年的拍檔 要去拆火 那些拍檔可能要移民 或者那些拍檔 根本那個財政都支持不住 而要來獅子座而去 那他們都會在 這些很大的關口上面 他們都會覺得 哎呀氣餘了 不如 放棄了 一路這麼久以來 很辛苦 去建的工 去立的業 他們都會 沒有了一種意志 去繼續 頑強地 奮鬥下去 OK 另一種求生意志 就是體驗在這種事業工作方面 但是對於這種 求生意志方面 薄弱的獅子朋友 如果你就著你的事業工作 我就真的要勸你們一句 其實 你們在咬牙關 你們再捱多一陣 會有好的轉機 你們真的不要輕易 將你們 這麼辛苦 一手一腳 去獲取的東西 去放下 如果不是 到時 真的會很容易後悔 那我覺得 真的 先捱多一陣 好嗎 雖然大家都會覺得 百業蕭條 可能真的沒有什麼機會 但是 你們 尤其是獅子座的朋友 你們再捱多一陣 可能 很快就會見到曙光 這個時候 可能會有很多 家人去潑你們冷水 OK 又或者可能 你們一個心態 就開始覺得想 玩安全 不想再那麼冒險 不想再那麼薄 但是 這種失敗主義 或者這種 只想得到一個安全感 哎呀 正正經經 不要搞那麼多 不想再薄的心態 其實 將來會令你們後悔 你們將來才會覺得 真的好像股票那樣 哎呀 為什麼要這麼早去蝕放 哎呀 原來最後會升回 我不希望你們到時 會追悔莫及 何況 天無絕人之路 原來你們有 一些小轉機 根據這個 這個生長 所以說 私事做很多不開心的事情 原來都還有一絲開心 就是說 如果你們想得到一些 企業的貸款 一些銀行的credit 或者是一些 政府的稅務減免 一些什麼優惠 原來在農曆二月 是會比較容易得到的 或者一些 金融的套餐 一些 不知什麼 補貼 諸如此類 原來你們是可以獲得 這些 幫助性的意外之材 OK 記住 尤其是 不是問身邊朋友 尤其是問一些很大型的機構 例如政府的銀行 財務那些 東西 所以其實我會覺得 這個可能是 一個 吊命的水 OK 所以 為什麼你們不要這麼快放棄 最後在這裡提一提 如果是 有一些長期病患的朋友 我建議你們去 念一念 藥師佛 希望可以 幫你們的 病情是有所緩解的 OK 藥師流利光如來 你們自己去Google 找一找就可以了 最後提回大家 以後的新聞post 無論在哪個平台 Facebook, IG, MEV, YouTube 都記得要 點擊 文字的Description 去找一下有沒有財蛋 說真的 我塔尖亂南星運 都算是在玄學界裡比較unique 首先 我不是透過Cartumency 即是抽牌 即是尖博師的一己之力 去講宇宙的大事 OK 就算我有時候 我講宇宙大事 我都是跟星象的 或者是根據別人的那些盤 去算他的命 而第二 雖然坊間 都真的有尖星師 是會跟星象去做Monthly Horoscopes 但是他們是根據 calendar month 而我都經常強調 星星是有自己運行軌跡 我們不應該被人為的力法去影響 所以我才為何是做初一新月 甚至以前有時間會做十五滿月 但是今天開始 我就決定了 為了令我的星運更加之特別 我去走多一步 亦都是給大家的小小心意 就說 在我弄星運那些片之後 provided我有時間 我就會在看行星planets之外 看Fixed Stars 衡生銀行的那個衡星 但是又要記住 其實因為行星的角度是觸得很緊的 它就未必每一個月 就會對每一個星座造成影響 所以有還是沒有 就會留待 回到文字的description 給大家去發掘 啦